剛剛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在把它編輯一下 錄下的東西 按編輯 那你可以發現呢 他基本上會跳一個這個編輯的畫面出來 那實際上這個畫面就等於是從這邊切 切過來的話呢 會有個模組 其實就在放在模組裡面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特別說 從這邊進也可以 這個編輯會切過來 或者是說你從這邊切 也一樣可以看到一樣的結果 那我們還是先從這邊好了 編輯 那你會發現 到底錄了什麼 其他結構 一 如果是一個巨集的話 開頭一定長這樣 sub 然後名稱叫這個 後面一定是個小瓜糊 結束在哪裡呢 結束在這裡 and sub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一支程式啦 一個巨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前面都有單引號開頭的東西 那這個就註解 習慣上把它delete掉 OK 那你會發現我們剛剛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的話呢 所以一般習慣 錄完巨集之後 請你在這個程式裡面加上註解 不然的話你會看不懂 那如果我加了註解之後 你們應該就比較看 怎麼加註解 一 前面加單引號 第一個動作做什麼 游標放在一 四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啊 輸入那個公式打勾 有沒有 OK 那第三個動作就是什麼 向下填滿嘛 所以向下填滿 單引號 3 後面請你自己再加上那個什麼 加上那個 我這邊已經 偷偷的先在這邊複製一些 因為要打字了 這個打字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自己 再把它按照 你看得懂的 這個文字輸入啦 這個不見得一定要填這些字啦 你反正寫 你就寫一個 你看得懂 下面這個程式到底在做什麼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註解 註解有個特性 一 前面一定是單引號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本來你完全看不懂程式的喔 你現在喔 有沒有 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 像他這個錄製劇集到底幫你做什麼了 那特別注意喔 以後這個其實就是VBA了 那VBA裡面到底做什麼 其實就是透過物件 的控制 然後去完成你要的動作 也就是說 所有的Excel裡面的所有的操作 都會有一個對應的物件 那物件裡面的話呢 它會有一些 所謂的方法 跟它的屬性 可以讓你 去做你想做的事 也就是說所有動作 基本上都可以透過程式來完成 也就是說 講白話意思說 你一整天的事情 只要是滑鼠鍵盤能做的喔 通通都可以利用程式完成 那也就是說啦 現在很多人的工作 如果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 要是我的想法喔 我是老闆的話 我會希望找多找會有寫程式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就知道說 怎麼把重複的事情寫成程式 那這一件事情就不用重做了嘛 但是如果沒有程式概念的人啊 他一定還是會 重新再來做過一遍 這樣的話呢 當然效率絕對是差的 而且如果一個公司喔 如果假設喔 他們全部的人都會寫程式 跟 一個公司全部人都不會寫程式的話 你會發現兩個公司競爭喔 不會寫程式那家公司很快就會被 會寫程式這家公司給 怎麼樣 競爭就 慢慢那一家公司 就 可能就沒有競爭力了 OK 那另外的話呢 甚至會寫程式的人的那個 他的 怎麼 他的效能 可能一個人一個可以抵十個用喔 所以喔 像之前有學生呢 他說 他剛進去的時候 的薪資 慢慢他 把他的 程式設計能力發揮進來 他們老闆給他加薪 他有還跟我分享說 他現在的薪水已經是當時兩倍薪水 我想說你老闆 其實也蠻划算的 你做事可能十個人 但他只給兩個人薪水 那他還省八個人薪水 那常常不划算對不對 很划算的事情 也就這樣關係啦 所以如果你要 拿更高的薪水 你就要有辦法做 很多 別人沒辦法做到的 像這個程式 如果你來 如果你畢業之前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 學到某一個階段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絕對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 而且 你的工作絕對不會太差 因為 一般會寫程式的工程師的價碼 基本上 至少都 我印象中至少都 5萬應該 差不多5萬起跳的 OK 跟一般 你們的學長姐 如果不是從事 城市 工程相關工作的話 大概就頂多3萬吧 比起來的話 其實就有個落差了啦 OK 你說老師你 5萬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我還是 問到我學生裡面算 5萬塊算是比較低的 而且 他們不到幾年時間 升 那個調薪的幅度 相對也比 其他從事 非工程 非城市類的 還要 更快 而且 我還聽過蠻誇張的價碼 OK 所以 我是覺得如果你將來 希望你的 生活品質 比較好的話 我覺得你的薪水 總不能太低吧 一個月說真的 如果你 男生假設一個月 三萬塊 我說真的 你 到底能 做什麼事情嗎 所以很多男生 不想要交女朋友 不想要 做很多事情 那原因可以理解啦 因為 也沒有辦法做嘛 對不對 你們一個月三萬塊 扣扣扣 甚至如果你們現在 還有什麼 就是 念書還要就學貸款吧 然後還要還就學貸款 對 那你就所剩無幾了 對 那更不要說你還要談未來 OK 所以其實 OK 那再來底下的話也是一樣 加上註解 所以底下的部分的話 手機清除的話 一樣 1 所以記得 請各位待會 自行在這邊加 這個什麼 游標放在14 第二步的話呢 就做什麼 Ctrl Shiver向右 Ctrl Shiver向 向下 OK 然後 第三個的話就是 按下 Deleteer鍵 就一樣 就把這個 這個字我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把它 直接先放在 這底下 理論上 你們下面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因為這個是我預先把它 放在這邊 那當然你們就自己把它打上去吧 OK 好 那這樣的話好處 本來你 不太了解的程式 馬上就感覺 好親近喔 那以後的話你回頭看這個程式的話 相對的也 比較 會知道說到底在寫什麼 OK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 注意 試一下 那待會有重點回顧一下 1 選舉 聚集 然後編輯 這邊加上 註解 那2的話順便講一下 這個環境喔 如果你跳出來不是長這樣的話 比如說有同學嗎 不小心把這個叉叉關掉 沒有了怎麼辦 沒關係啊 他在這裡模組 Module 因為這邊好像做了 點兩下 Module 你們可能應該是Module 1啦 因為我剛剛又多 多錄了一次 我叫Module 2 也特別注意喔 在哪裡呢 在模組裡面 OK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就可以打開了 那另外的話呢 你千萬不要沒事喔 就把那個看到叉叉就手癢就把他關掉 像之前的同學就把他叉叉關掉 關掉他就很緊張 老師 東西不見了怎麼辦 想說 關掉重開會不會是正常的 然後再編輯 有東西耶 但問題旁邊的東西不見 應該什麼東西都沒有才對 看一下按一下 因為編輯的關係 我按這邊這邊應該是空空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緊張 遇到事情的話 一定要先沉住氣 OK 然後呢 第一步的話請各位 檢視裡面的找到什麼 專案總管 檢視喔 這個 專案總管 專案總管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底下東西叫 屬性視窗 點一下 OK 那旁邊這東西怎麼打開 一樣從模組點兩下 他就打開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順便了解一下 Video Basic 這個環境 那一般習慣喔 你們應該是放到最大 有沒有 那我建議是可以把它稍微縮小 扶在上面 這樣 將來喔 再撰寫會 比較 這個可以知道說 要寫 怎麼樣寫下一步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